10点53分了朋友们 我们看看这个啊 给大家看看这个 今天收到了华为的手机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外面的Valenture 包装啊 很简单 然后一个塑料盒 然后里边呢 给大家看一下 啥也没有 就是一个手机啊 没东西了 还送一个别根 这个手机呢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多事情让人失望了 因为这个我刚早上开会之前 已经打开 尤其这个折很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做工还相对来讲非常粗的 因为这整个的边缘 这个钢材都落了 都裸露开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尤其是在折很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 游戏这边特别难看 就是就很这个地方 就专门就是刚才裸露着 这是无法接受的啊 整个感觉非常一般 尤其是如果没有带套的话啊 你看我早晨就抓了这么一会儿 全是手指音 特别难看啊 哎 咋整呢 啥配件也没送 比如说 这个手机套啊 数据线啊都没有 就这样 9000块钱 华为手机啊 质次价高 质量次价格还高啊 前些年我也买了一个华为的 在中国 那还是七八年前吧 大概 反正给我感觉那手机真的不咋地 后来我再也不选择了 其次还有中国大陆产的手机 听说啊 比如这个小米手机里边 是吧 给你安装那个预装 就是已经给你装好了 你还不能卸载 啊 这个这个监视软件 监听软件 间谍软件啊 表面上 可能叫防诈骗APP 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你 包括现在这个有疫情 这个什么健康码啊 黄码绿码啊 都知道你的行程 你去过哪儿 你在哪儿开过房啊 你的隐私 是吧 你的行踪 这简直就叫高科技奴隶制社会啊 啊 华为啊 被美国人一制裁之后 他的手机质量肯定是越来越滑坡 本来也是粗糙滥制 举着民族品牌 民族企业的大旗啊 说是中国人自己的 似乎你不用华为啊 你就是卖国贼 实际上产品质量很差 而且还监听你监控你 是吧 我在华为公司还有几个朋友啊 不好意思了啊 我就说真话了啊 就是这个 muscle 谢谢我的观看 明 audition 总真的 我 词